赤犬对陆飞的态度为何变化那么大 从担忧到向陆飞服软 赤犬到底经历了什么 当年去顶上战争救艾斯 陆飞带着一群强者空降马林凡多 在场的众人都为之震惊 赤犬也察觉到陆飞的身世的危险性 忌惮陆飞会成为龙一样的强者 是要将陆飞的命留在马林凡多 当陆飞抵挡住战国的攻击 从楚星台救下艾斯后 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 让所有人快点撤离顶上战争 见到陆飞和艾斯逃跑 赤犬却另用激将法将艾斯留下 他污入白胡子不敢与罗杰战斗 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艾斯还是太年轻 被赤犬的话语激怒 败给了能燃烧火焰的岩浆果实 用岩浆拳头贯穿艾斯身体后 赤犬把击杀的目标改成陆飞 好在肾平站了出来 不顾生命危险替陆飞挡住了赤犬的攻击 最后马尔科等一众强者出手保护陆飞 也没能挡住赤犬的脚步 直到香克斯带领胡发海贼团抵达马林凡多 赤犬才不得不放弃追杀陆飞 经过两年的修炼 陆飞带着半个海贼团去蛋糕岛旧山治 击败了最强将星卡塔库利 成功逃离逼格梦海贼团的地盘 此后陆飞的赏金涨到15亿贝利 也被摩根评价为第五位海上皇帝 赤犬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 一把抓住陆飞的悬赏令将其烧毁 他非常懊悔地对黄元说 两年前就应该在马林凡多干掉陆飞 随后赤犬还说了 不管是四皇还是五皇 他都要全部干掉 不过赤犬很快就打了自己的脸 得知陆飞去何之国挑战凯多时 黄元立马请求出差 表示要去何之国走一趟 赤犬却以何之国存在不明战力为由 让黄元不要轻举妄动 他在忌惮何之国强大的武士 也是在忌惮世界最强生物凯多 陆飞来到何之国后 战斗力直接连升三级 武装色学会能从敌人内部攻击的流英 霸王色学会了最顶尖的缠绕攻击 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 在归岛对战百兽海贼团 击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 陆飞的赏金涨到三十亿倍率 成为真正的海上皇帝 赤犬得知此事后 对陆飞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 他让绿牛带走战败的百兽海贼团成员 千万不要做多余的事情 对刚刚当上四皇的陆飞 有一些忌惮 随后赤犬仰望天空 懊悔自己为何在如此混乱的局势 当上元帅